個人也是非常討厭公主病的女生 因為像我的初戀 其實我跟我初戀是國一就在一起了 但到國三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分班 國一才13歲 國一13歲 對 可是我們就是牽牽手親一下這樣 對 然後 好威喔 很甜甜的 沒有啦 就是我們到國三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 就是我們國中有分到執生班 執生高中或是外考班 後來那時候我就選擇執生 我的男朋友選擇外考 結果他在國三那一年 就跟外考班女生在一起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應該這輩子不會見到這兩個人 反正都要考出去了 沒關係 然後結果那女生想考北一女落榜 然後就跟我初戀說 不然我們一起回來讀高中好了 然後就覺得天啊 也太機車了吧 然後後來想說 因為還會再見到我 就會見到我啦 因為我要執生 然後後來他們考進來後 我想說應該也不會同班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會的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樹里比較好 他們是語文比較好 結果因為那女生的媽媽是老 就把我們調度到同一板 然後我就在板上看到他們 親親我我 對 而且因為那女生是公主病 所以你就看到我男朋友 只要中午的時候 就幫他蒸便當 因為女生說怕攤會碰到手 然後或者是 就是想吃東西的時候 就說什麼他很不想曬太陽 或幹嘛去買給我 然後或者是睡覺睡起來的時候 男生會主動去廁所 洗完他的眼鏡擦好給他 然後就會幫他做很多的事情 對 是那女生是他要領殘障手冊嗎 沒有 他就是家家的公主病 然後講話很小聲 你就說他可以幫我做嗎 然後就很溫柔那一種 很討厭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花了半年的時間 把那男生追回來 妳有什麼方式 我是老路名 他是公主 所以可能我可以做的事情 他都不能做 就是可能他都幫 我男朋友幫他服務 對 妳們優勢不一樣 對 所以後來我就 押環的反擊 沒錯 我就服務我前初戀 沒錯 當押環 當押環是一番型 因為就是他可能有垃圾什麼 我就幫他倒 然後每天幫他準備早餐 然後他去參加什麼環保一共隊 我就參加 然後他電腦自攻我就參加 然後他無時無刻都會看到我 然後我又對他很溫柔 然後不會像那女生一樣 叫他做事情 對 後來那女生就開始慢慢的覺得 我們好像感情越來越好 然後就已經有點反擊 然後他要看那個心理輔導 後來男生就覺得 女生這樣很可怕 因為他就有一點想要自殘或幹嘛 後來他們就分手 去保健室 對 就是會去保健室 或者是心理輔導室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 後來反而那男生就自己遠離他 然後不是我讓他們分這樣 妳這一招也是就形影不理 沒錯 服務一條龍 妳後來追回這男生 妳有真的愛他嗎 其實我後來就是在一起 可是但我覺得會分手 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後來就是在一起 可能半年左右又分了 對 所以我覺得 對付這種女人就是要這樣 以牙還牙 美再怕 其實講來都是報復 但是節奏不一樣 節奏感是不一樣的 有很直接的 有很婉轉的 可是女生都會是要弄回來的 那種心情 因為那口氣也很難吞下去 也不是說弄回來 怎麼男生越來越害怕的 不是 但是男生先對不起女生 如果男生做好好 我們根本不會做這些事情 如果男生自己把持住的話 其實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我們也是一樣溫柔像貓一樣 貓 妳真的是爆貓了吧